这不回来了吗 花花发现 对不太上 花花今天没有心 花花今天已经很怒气了 我是第一天有收到信 一直都是有信的状态 坦白讲 我觉得刚开始两天 我还是心态一直是很稳的 没有什么过来 然后我觉得就到今天头 我会有一点点波动 这个事情是有原因的 不管是我的年纪 还是我的经历 可能都会和大家有一定的差别 会让大家觉得有一些距离感 干嘛 有点累 对 差点心 来 拿着 一克活拳 弄完要及时补充水分 退车 一克活拳呢 一克活拳呢 继续 你再跟我开玩笑 你认真要继续 来来来来 没问题 满活力 来 放手 到底行不行啊大哥 怎么能复不行呢 下去一点 对 洗洗手机看正情况 嗯 好 休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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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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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 到来 感觉像是 光大 因为 我觉得我的性格比较别扭 他应该是比我更能打开自己的 打开得很快 所以感觉他一来 我马上就 就是有点 有一点点那种卸下放肥的感觉 对 第一印象 琪琪很喜欢这个看看 嗯 他没闹到 难过了 这里 二 三 二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很开心 他哭了 哭了 这上一段感情 分开之后 有很长一段时间 我是属于很 不自信的一个状态 然后一直在 质疑自己 哪里不好 我以为大家 不会 每天早晚归 或者是有没有 在意吃早餐这件事情 但其实 就看到性 觉得有被温暖到 我以为大家 你的女孩 她只是想要在他身邊 和他與你幾号 把她的形狀 他只是想要他 他不是在你身上 你不會有過 但你會想要他的 但是我只想要我 在你身邊 你不會有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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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會有過 我不會有過 这次开信对贝贝来说是一个特别正向的事情 因为之前她的那种自我怀疑 虽然有两个人坚持不懈地在给她写的 但是这两个人提到的都是 她觉得自己不被关注的地方 现在告诉你不光有人关注我 并且他们关注的是那么细 对一个不过情感过往的人来说 如果有一些小小的阴影或者是伤害 这是很好的疗伤的方法 我们这一季叫做幻影季嘛 所谓的恋爱碎片就是大家在过去的恋爱经历里 可能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感慨 了解一下别人的背后的故事 好 在这儿我想进行一个微博的互动 我们现在请各位来猜一猜 王辈最后选择他会看哪位嘉宾的恋爱碎片 如果要猜错了 需要更改微博小尾巴 在发布节目相关微博时展示出来 小尾巴的视力包括 甘愿右发 可汤年牙 可作CP和小黑屋等等 错了就要夹这样的小尾巴 你觉得他看谁 CU 你觉得他看谁 CU 我希望他选CU 但是我觉得他会选 会选李梁 对 为什么 直学 现在都拿直学 我想弄好多想法差不多 我认为今天的信 李俊良的信里面 有更多对他生活细节的观察 我这么感觉 就是他只是知道每天我很累 我每天要去工作 我会觉得更倾向信自己一点 所以你坚定认为是首席 你也认为首席 我和蒋对方 你觉得 少老 我信你的 首席 他老说自己不被关心 不被关心 不被关心 现在有一个人关心的 全是生活琐碎的细节 好啦 输了我们就受罚看吧 你对我的态度非常不好 最近 老师不是这样 来来来 吧 嗯 嗯 嗯